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从这节目开始呢,我们去讲HBase 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组件 MapReduce 那么我们学过了这个 好多分里面的MapReduce 那么HBase里面为什么有MapReduce呢 这是我们这期课程的目标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MapReduce onHBase 那么MapReduce onHBase的原理是什么呢 以及如果说我们需要用 那么我们怎么去开发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整个三个要点 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要使用MapReduce onHBase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为什么使用HBase呢 是不是 那无非是我替代之前传统的这种分库分表方式 对吧 这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是因为我的数据量非常大 大到上百亿 那这个时候我必须使用可以分部 所查询的一种数据库 对吧 这是我们使用HBase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需求 那所以说我去使用MapReduce呢 来统计 HBase里面相关数据呢 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点 第一个数据量非常大 如果说你只有几百行 几千行几万行 我根本就不需要MapReduce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是有上百万行 上千万行 上一行 那这时我们就需要MapReduce去统计了 第二个 我要做分类统计 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 group by 这种统计条件 那这种呢 我们写这个 查询就不是很方便了 对吧 我们不想关系数据库里面有这什么 count group by 那这MapReduce里面 HBase里面 它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统计 那我们需要使用的MapReduce 还有这个数据的拷贝 数据拷贝 那比方说我从这个 这地方考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也需要使用MapReduce 等等等等 很多种条件 正因为有这些条件过后呢 触发了我们去使用 MapReduce 那在讲这个MapReduce 而这原理之前呢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在这个 Hadoop里面使用MapReduce的一些 这个原理和过程 这样呢 对于我们这个区分呢 有很好的一个建议 有一个借鉴作用 那我们简单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之前 既然你已经学到这个HBase 那么你肯定对于Hadoop了解 对吧 对于Hadoop了解呢 以及对于MapReduce 它的一个框架 MapReduce框架 你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那我们看看 假定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Map 这是我们的一个Map 那么想想看 我们Map为什么能够执行 Map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我们不去讲 但是我们 这里只要去强调一点 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很多数据 已经Split过 已经分片了 对吧 这是我们分片过的数据啊 那这个Split 这个分片过程 谁来做的啊 那是不是我们去看看 我们里面这个什么 这个之前的一些圆码啊 或者说你熟悉了 这个MapReduce 你应该是清楚了啊 他有什么FailImport Format 这个类是不是里面 有了一个什么 ReImport 应该有一个这个什么 RecordReader 这么一个方法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Map里面 把我这些文件 对吧 我都通过这方式 哎 Map材数 读我这些文件啊 每个每个文件 对应Map 我这样画的不如标准啊 啊 我们这样画的不如标准啊 每一个Map对一个分片 是不是 好 我们中间通过Shuffle 是吧 那我们就简单就过掉了 是吧 中间 最终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 Reduce 是吧 中间的过程我们不去描述它了啊 我们这个Shuffle S F吧 Shuffle 不去选择太多了啊 那么 想想看 我这边通过什么 通过我这个Map函数啊 进行Map处理到Shuffle处理过后 输出到Reduce 对吧 这是我们MapReduce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的这个Reduce呢 它可以把我的数据啊 最终处理的数据 输出到一个什么 比方说输出一个文件啊 输出到HDFS当中 输出这 那这是不是我们MapReduce的一个 啊 啊 一个荒价 对吧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在做这个MapReduce的时候 这读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文件 是不是 那么大家想想看 我们的HBase 它其实是一个表 是不是 那么它核心点存在什么地方 它是不是也存在 也把文件存在这个HDFS当中 是不是 那这是我们的HBase 这个HBase是不是把追踪的数据也存在我们这个HDFS当中 那我们如果说去想读这个HBase的文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我直接读它存在HDFS当中的文件 第二种方式 我们去读它提供的这么一种接口 它提供这种接口 我通读这个接口过后 我这个Map 这个Map依然可以执行 执行购物 我从这边流程到Reduce 是不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我在我Reduce的里面 我要往什么地方输出 我要往什么地方输出 我是往HDFS输出 还是往HBase输出 是不是由我Reduce来决定 是不是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原理 那也就是我们 我们所说的MapReduce onHBase 就是去调用HBase提供这么一种接口 来读取HBase里面的文件 读文件过后呢 我们中间这个MapReduce 我们把它画一个 画一个红线 我们从中间这一套 就是我们这基本的 Hadoop里面的 MapReduce 中间这一环节就是我们Hadoop MapReduce 至于它最终往HBase输出 还是往HDFS输出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往HBase输出 它仍然提供一个GV接口 如果你往HDFS输出 那它天然了 对不对 那OK 那我们理解了这么一个过程过后呢 那我们后面的方式去好讲 那我们下集课的时候呢 我们去讲 这个接口怎么去 利用这个接口来读数据 同时我利用这个接口来写数据 这是我们下集课的终点目标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的问题点呢 还是去复习一下 MapReduce的原理 以及我HBase 为什么它也能够去使用MapReduce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大家的客户呢 把这幅图能够自己去画出来 能够理解一下 当然 这个接口是什么 我们先不用关注它 那稍后呢 我会给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接口是怎样的 它为什么会是怎么这样的接口 它接口继承了什么 我们 都会带大家去看一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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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